记者年香晚台北报道,潘莉莉去年加入新经纪公司,展开事业第二春,做她出席公司春酒,套路身旁依旧没办,感情空窗到连工作人员都喊着要帮她争友,倒是她自己一点都不及,笑悔,随人啊,现在不会去想这些,还表示表妹的朋友,曾帮她介绍朋友,但连续三个都因为同一个原因,婉具跟她继续联络, 让她觉得好气又好笑 56岁的潘莉莉,10年前因老公外遇斩婚与儿女同住,如今小孩也大了,也相当鼓励她另寻第二春,小孩都会告诉我,只要妈妈开心快乐就好 她表示自己不排斥交新朋友,但之前一连认识三个男生都觉得可以当朋友,但事后男方却都跟介绍人表示,她是艺人耶,我怕养不起,婴儿断了联络,仗向来走樸实路线的她,忍不住直呼,唉,我又没有穿金带银 潘莉莉表示,之后她去草屯作秀登上电视节目,其中一位还透过介绍人回心转意要求吃饭,她直接就表示,都还没当朋友,就说养不起,既然养不起就算了吧 帅气拒绝,问她择我条件,她笑回没想过,唯一要求只有年纪不能比她小,比我小的真的没办法,就算只小一两岁也不行,同年纪的还,OK 潘莉莉,中,做出席经纪公司春秋,与王道,左,董志诚,右,开心欢唱,会,新唐提供